汪永和 郑诗诚 所以随便叫几个名字 除了杨戴刚之外 你知道日本有个 这个火腿队有个非常有名的 叫大谷祥平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这个人是日本的指定打击 同时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投手 所以你看有多厉害 而且他又高又帅 一百九十几公分 又高又帅 投球也投得很好 不过他大部分时间在打击 对他大部分时间在打击 昨天他就是一个拳雷打 所以二比一 这个昨天这个火腿又赢球了 昨天阮营是到了九局下半 被人家得两分 然后十局又被人家得一分 被人家逆转 所以因为为什么讲这个阮营 因为两队现在胜差又缩小了 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日本职棒 说讲火腿队 火腿队叫fighter 他本来是一个 大家都不爱队 大家都不要的队 很烂的队 本所队就对啊 为什么变成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期的商业周刊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 现在的这个火腿队 他竟然还可以带动北海道的发展 是啊 所以这期的商业周刊 他的这个封面故事 就是告诉大家 爆满精算学 对 日本第一哦 对 他让大家怎么个爆满精算学法呢 他里头有一句标题很有意思 他说连每一个时刻的热血 对 都经过计算 我这很有学问 来我们赶紧邀请的是我们 商业周刊经验中心的研究员赵维笑 哈喽维笑 你好 两位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用和 你知道爆满精气学 在日本来说呢 就日本话叫做满元玉礼 什么叫满元玉礼 就是这个观众塞满了球场 叫满元玉礼 对不对 可是怎么让从一个烂队 让大家都愿意走进来看他打球呢 这个其实 你知道他这个队 其实以前在东京 为什么这么烂呢 就是因为他跟这个日本最老字号的球队 东京独卖巨人 共用一个球场 那所以说就没有人要去看他们比赛 因为那时候东京巨蛋落成以后 他们就进驻 但是他们人气惨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有人想要去看东京巨蛋 但是买不到巨人队的票 只好去买他们的票 是为了参观巨蛋 对 那他们人气差 他们以前的选手就跟我们说 他们人气差战机就差 战机差人气就更差 就变恶性循环啊 那他们那时候的老板就觉得说 这样下去不行 他们就要找一个新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目标就瞄准了 这个北海道杂谎 为什么呢 因为杂谎第一个他有机场 第二个他有五家地方的电视台 那所以说是一个 而且没有任何的职棒球队曾经在这边 所以算是一个新的 新的 这个 新的没有被开发的地方 因为北海道只能打半年 对 因为他有 冬天的时候 冬天 冬天一定要在室内打 对 所以他有个巨蛋 对 那可是重点是他们那时候 要搬过去之前 先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他们去调查说 北海道这个地方 到底有多少人是他们的球迷 对 结果呢 结果是零趴 啊 所以 没有 整个北海道当时是没有任何一个火腿队球迷的 你知道 这就是这个乐观跟悲观的差别 悲观就说 零趴我去那边干嘛 乐观的就说 再怎么样 我们绝对都会成长 对不对 一定是从零开始往上加 你这个都没鞋穿 跟是都需要穿鞋人的故事是一样 对啊 再烂不会是零趴啊 然后呢 所以他们就决定去 对 所以去了 那先讲一下现在的成绩 现在他们做的调查 整个北海道 多少人是他们的球迷 80% 哇 是全日本说各属地来讲 因为 相信力最高的 你看嘛 那个用盒 我跟你讲 他里面正宗几个 我对日本职棒还算普通而已哦 西川摇晖 中岛 左野 李亚朵 田中 贤界 随便讲一些 这个这个 钟田祥 这些都是日本 全国都知名的职棒明星 对不对 我讲 我讲 我相信这个 微笑都知道 对 这就是为什么 他会起来的原因 可是那这样讲好了 那是不是因为他 集结了一些好手 他的战绩起来了 才让大家有信心 是这样吗 还是说 是因为大家对他们 慢慢感兴趣了 他们的士气起来了 所以战绩变好了 我刚才听这个郑大哥讲 觉得郑大哥绝对是内行 那可是这个就是说 当然战绩是第一个 最重要的道理嘛 球队战绩也好 第二个当然是他们 做球迷服务 非常的用心 怎么做 这个战绩来讲 他们就是做了这个 他们那个04年的时候 去引进了这种 大数据的分析系统 去分析这种球员的能力 那重点是他这套分析系统 其实跟台湾也有点渊源啦 他这套分析系统 正式启用了以后呢 选进了第一个人 就是我们的杨黛刚 对 所以杨黛刚后来 也变成正宗的主力了 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 他这个战绩 他就透过一些科学化的方法 慢慢去选到他们 需要的球员 好的球员 那第二个球迷服务呢 当然是他们服务 做得非常细致 对 就是说细到什么程度呢 是 两位有没有玩过 这个扭蛋机啊 有 有 扭蛋机就是便利商店 一台一台放在外面的 对 然后一转 对 就掉下来嘛 他蛋就掉下来 对 可是呢 你知道 扭蛋机就是一台放在那边 可是他们球场里面的扭蛋机 旁边还配一个服务人员给 蛤 你干嘛 扭蛋机还有服务人员 对啊 需要服务人员做什么 为什么呢 你一扭以后 对不对 扭出来以后 他的服务人员帮你打开 宣布说 你抽到的是什么选手的这个徽章 那这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呢 他服务人员跟你接近 听近你 第二个呢 他有 他有些球员可能 一开始不是这么知名 他可以介绍给球迷认识 对 可是问题是扭蛋 就是要自己把它扭开的 那一瞬间的那个感觉 你帮我扭开我就 对 他你也可以自己扭 但是他就会帮你宣布 他在旁边会告诉你 对 他很大声 不是啦 其实 用何 你扭开 杨带刚好高兴 扭开 郑师承 是谁啊 这是谁啊 刚刚是我们从台湾引进的 台湾最帅的 讲的最上级纯舞的 对 不能说谎 他就是介绍那些你不知名 所以有些不知名的选手 就可以增加亲切感 就这样子 对 你就被你认识了 对 那另外呢 另外就是他这个座位上啊 分得很细 就是他去切出每一种不同的座位 就是说 你今天譬如说边边 就他就讲啊 有人譬如说我跟你 你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说 这一区都是八千块 可是为什么你的位置好像比较好 一定有这种经验嘛 对啊 那可是他就去调查 这一边满意度可能比较差 他就加个桌子给你 或是他把它打掉 他把它打掉变成 比如说原本15个位置 打掉 他盖成一个隔间 那铺上榻榻米跟小桌子 这样你可以 对 好像把自己家客厅搬到球场的样 那这样视野不好的位置 这个满意度就提升了 可是问题是他那样的座位会减小 他愿意 对 因为他宁愿让大家觉得满意 你再进来 对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repeat 就是他要重复进场的球迷 是很重要的 对 经营这个职棒 嗯 所以跟他 你知道用何跟他在 在一二名之争的 现在是他若和软赢 叫福刚 福刚软赢 福刚双巨蛋在 刚好在南部 一南一北 你知道福刚双巨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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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球场啊 有个全世界最长的launch bar 嗯 也是这种设计方式啊 对啊 也是你一面看 一面看 一面在那边喝咖啡 喝喝饮料 对啊 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就要请教了 除了刚刚提到说 哇 我在球场可以一边看球 还可以一边这个 吃小点心喝饮料 然后有咖啡桌 这样的感觉之外 另外 居然被他们经营到说 哎 你去巨蛋去发现 女性多于男性 是 而且还有很多 我们台湾的观众 当然台湾观众 很多人可能是冲着杨带钢去 可是至少他们也真的非常的用心 在经营台湾观众这一块 没错 他们怎么做的 待会回来聊 哈喽时间是 12点18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的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永和 我是郑师诚 来到现场是商业周刊 今年中心的研究员赵维笑 谈谈这一期商业周刊的 奉面故事啊 日本第一 爆满精算学来谈谈 活人最熟悉的火腿 我们杨带钢在那边 他不是哈姆队 他是fighter 所以他们经营台湾的球迷 也很用心 怎么经营 就是说今天他其实 非常的有诚意 譬如说他其实 为了让台湾球迷去看球 他们就是 他们今天喊出了一个目标 说要让台湾球迷进场 成长六倍 那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来跟台湾的旅行社谈 就是说你们谈 就是谈合作 谈就是旅行开团 直接去 他们亲自来 而且亲自来 而且亲自来考察 然后甚至在台北 之前世贸旅展的时候 他们的人还来摆摊 那就是说 而且他做了很多措施 譬如说他们今年 有这个所谓的世界日 就是你今天 你只要拿外国护照 其实去球场 就免费进场 OK 除了这个之外 还送东西了 对不对 就是说譬如说 他像杨带钢的加油席 他就叫带钢席 那其实很多台湾人 会去坐这边 那这边就是在中外野的时候 他把位子用红色的布条 排成一个杨带钢的背号 叫戴钢席 那这个戴钢席呢 就是说很多台湾人会去坐 那你买的话 他就送你杨带钢的T恤 哇好棒哦 对 而且因为他就是离杨带钢的手臂位置 最近的地方 可是永远去日本看球 有一个体力要好 日本人都不坐着看球的 一面看一面跳 你知道吗 一边出来那边跳跳跳 对不对 对 受不了哎 这个是他们的传统 对不对 没有错 就因为他们加油 就是非常热情啊 而且他们专业的球迷怎么样呢 就是每一个选手上来 就换一套加油的东西 比如说杨带钢的时候 就拿杨带钢的毛巾 杨带钢的旗帜 换大古祥平上来打的时候 换大古祥平的旗帜 大古祥平的毛巾 这就是 这就是人家经营厉害的地方 是啊 本来是只要买一套 他买那么多套 他的这个不但把观众分得非常的细 而且他还特别的去 也去等于说类似有点一夜结盟 去吸引大家走进球场来看球 所以他们对女性的朋友 年轻女性也非常的实力 对 就是说 因为传统我们会觉得 棒球就比较阳刚 男生在看的 可是因为他们那时候 从东京来到北海道 所以北海道比较地广人稀 所以他每一个球迷都不能流失 所以他要从男性开始出发 去打其他的族群 那女性他怎么打呢 譬如说你在球场内 就会看到那种 他们发很像那种潮流杂志 粉红色的小册子 那里面就教女生 你怎么穿搭他们的球衣 就可以穿得很好看 就是很像潮流杂志 就是说你买他们周边商品 你也可以穿得很好 对 然后你平常也可以穿出去 然后甚至呢 他们像女生的席位 他会那种规划给女性专用的席位 就是说两张票当一张票卖 你去坐旁边 因为女生大包小包嘛 旁边就放置物栏给你 他是牺牲一些座位来让你方便 而且他们还会让小朋友 也希望他们能够走进去 用漫画来吸引他们呢 对 就是说他会吸引到一些不同的族群 就是说他在这个赛前 他卖那种套票 就是说赛前你可以进去看这种 他们动漫的声優 因为动漫的声優在日本 其实是蛮受欢迎的一个职业 那就请这些动漫的声優来赛前 做一场脱口秀 声優就是配音源了 对没有错 那就是说你看脱口秀 就可以留下来看球 那其实我们当天去的时候 刚好是这个活动 那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那个球迷啊 他其实身上别的 都不是火腿队的东西 都是那些动漫的东西 所以他原本是动漫迷 他就被你拐进球场了 你知道吗 你要先让人家进来嘛 对 然后你进来之后 我再用各种贴心的服务 让你觉得说 哎呀好像也蛮好玩的 我下次可以来 对没有错 对不起我讲题外话 我们中华职棒 今年在拼一百万人资 刚破 那人家外国职棒 日本韩国都是六百七百 这样在拼 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一些 一些不一样的思维 来推广职棒 我这样讲 就是我们的职棒里头 大家一致公认 认为说行销战术 做得最好的 是Lamingo 对 对 可是你去看Lamingo 有做到这么细吗 没有 其实中华职棒过去几年 我们不可否认是进步 有进步啦 有啦 但是出国去看看人家 会觉得说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太多了 因为其实日本一个球场还是一个城市 它一个队就是一个城市的概念 你到那个地方就是那个都是那个球队的东西 那个美国也是一样 你到了那个阳基stadion 它是一个大的playground 除了可以看 看比赛 还可以买东西 吃东西 你知道他们 它是一个family 家里家里一整个可以去玩的 对他们给小朋友最大的reward 就是去阳基球场看比赛 吃牛排买纪念品 我们台湾 其实你到了球场 有地方买纪念品 可是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期要访问这个题目 因为其实不只是球 我们的这个棒球队可以来思考 很多的各行各业也许都可以从其中找到灵感 就是如果你要经营粉丝的话 就是可以去参考他们的这个粉丝的经营数 留住粉丝很重要 现在做什么都需要粉丝 但是你知道有些人也就会讲说 我去那边我也看不见日文 听不见日文 那我在那边那样子看会不会很无聊 可是他们有用科技来帮忙 对他们现在去打造了一个 跟Panasonic合作 去打造一个高科技包厢 也就是我们现在球场 玻璃看出去 它会把这个 所有的翻译的字幕 中文的资讯 英文的资讯 就像投影在这个玻璃上 你看球场 你可以直接看到及时的资讯 你不会被语言所困扰住 这样子 对啊 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他会都 比如说投手跟打击者 一上来他一幕 就会呈现两个过去的对战状况 对对对 这个你就完全会了解 虽然你是行人玩 你就可以知道状况 那或者是有些 这个大人要去看球 小孩子觉得很无聊 他们还有家庭席 没有错 这个家庭席 它特别设置在这个球场 最远最高的地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有个平台 其实那边比较远 不好放座位 所以他就放这儿童游乐区 那前面几排就是家庭席的座位 那你大人去看球 你小孩放后面 你就可以一边看球一边顾嘛 你不用说分心 还要去带他什么 而且也不用担心 小孩子觉得很无聊 没有错 他就是想办法让你去球场看比赛 对没有错 你什么理由 他都可以帮你解决 而且另外一点 家庭席还有一个好处 你小孩子当你五六岁 在我这边儿童游乐园玩的时候 等到长大的时候 你对这个地方是有亲切感的 没有错 你就比别人更容易走进来 没有错 中一天我说 没关系 你有几个都可以 原配坐旁边 然后小三坐在对面 然后小四坐在更斜对面 不会让他们碰面 你这个问题 你自己设想的太久到了 但是你知道 刚刚提到大数据 所以他们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他们还因为大数据 所以去改善了 他们的一些的 这个音响设备 对 就是说他们会去观察 他们会请一些球迷 去带这种 记录他们的心跳啊 或是 就是他们的情绪状况的一些仪器 那去看说 他们在什么时刻 比较兴奋 然后或者说 对什么声音比较反应 所以说 他们有些席位 原本是这个 收音不是那么好 你听不到球的声音 他就特别装一些 加强的音效 然后让你 轻球的声音很清楚 就是他去针对你每一种 你只要 去反应 去回馈 他们一直做问卷调查 你只要有问题 他就想办法去帮你改善 对 而且因为 刚刚提到说 他带那些收音的装备 带那些 他去测到说 哎呦 为什么现在正式成心跳 跳得这么快 对 哦 那个时候 通常大家心跳跳得快的时候 都是因为听到那个击球 啪的那个一声 对 非常清脆的那个打击出去的时候 哇 球迷的心就跟着激动起来 对 然后 所以他会发现说 哦 原来声音对我们看球的情绪 影响这么大 真的 所以他才去改善那些收音不好的地方 对 对 有啦 中华职棒有一点创意 前两天看到 竟然在某一个主场 我忘记了 他有烤肉区 他就弄了烤肉区 对 同意 让你全家去烤肉 对 我是觉得 真的 中华职棒 从元年导到现在 又打回原型 真的很可惜 只有四队 然后一个室内球场到现在 还生不出来 然后我们真的要多一点 多一点感觉 对 让大家有参与感说 这个球队赢就是我赢 你要让球队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北海道杂谎这样子 随处可见他们的踪迹 真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们经营的粉丝也非常的细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说 男女老幼之外 然后另外 我看到你们这边说 还有赛前导览 然后结果那些粉丝拿的相机 比专业摄影记者的相机还要转后 没有错 就是说他们这个赛前 就是有一些是 你可以直接去报名他们的这个行程 那就是说他会带你赛前的时候 可以很贴近 就是看球员练习啊 哇 然后就是在媒体区旁边 那就是说还可以看他们的 就是 手背的状况 那他们的球迷 每个进来 哇 相机摄影都超级专业 就是来拍照的这样子 大骨强瓶 可以 现场看到 你知道吗 用和前阵子有个画面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 日本那个林沐伊朗啊 嗯哼 他接一个球 接一个球 不是他接一个球 接后来 接到那个观众席那边 然后就撞到一个女孩子 嗯 一个美国女孩子 嗯 然后他就不跟他说 sorry 然后撞到他 结果那个女孩子 不敢相信 嗯 林沐伊朗 在我旁边 然后 然后疯了你知道 然后赶快打到他家人 刚刚林沐伊朗 跟我这样 嗯哼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一样 就是你 跟 跟球迷互动 然后有那种 有那种参与感 我觉得我们的球队真的 除了比赛 除了卖纪念品之外 还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巧思 要接近啊 接近性 就是跟他们 多一点接近的东西 对 所以让 球员跟球迷 再有多接近的 一些的机会 然后又把球场 变成像游乐场一样 对 大的play ground 对 然后再让这个家庭 大家不管你是什么 大家一起参与 你都可以找到 适合你座位的这个 这个座位 那这个鞋 这些就是从各个面向 都去想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而且我讲男人 这就是推广体育啊 对 这就是他们的人才 源源不绝的原因之一啊 对不对 你要培养大家的兴趣 除了商业目的之外 我小朋友这样子 我也可以从小看棒球 去打球 我就打棒球了 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讲 我光看到一个 我就觉得好有意思 它像那个钢铁擂台一样 让人可以操控那个机器人 它就是要吸引那些小男孩粉丝 是啊 他让那个男孩可以坐在里头操控机器人 他就是在场外 他就是从很远近钢线运来一个机器人 你在场外 还有些小马可以骑啊 就是说你到的时候就已经像一个嘉年华 从球场外的氛围就开始 那一直在延伸到球场里面 所以这都是这个火腿队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 人家火鬼 火鬼 火腿队可以从谷底变成现在一流的球队 台湾的四肢球团都可以 台湾四肢球团现在已经很努力 不只是来 不只是棒球啊 你其他的篮球 你其他的行业都可以从里头 因为这是商业目的之外 也发展体育 就和乐而不为 对不对 好 这是这期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 日本第一爆满金散学 非常谢谢 谢谢商业周刊的经验中心研究员赵微笑 谢谢微笑 谢谢您微笑 谢谢大家 谢谢